你认为这件事情是怎么造成的 我认为造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科学发展的技术 那好 我给你两个反例 一个 我们当下的医疗垃圾是非常难以处理的 它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的寿命提高了 它又要求我们的自然付出巨大的代价 另外 中国的那些长寿村 常常是那些偏远的湖南的山区 新疆的那些农村 他们没有享受什么现代科学 但是他们的寿命非常长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必须打住 因为这个问题再辩论下去 可以做两集了 好 谢谢 来 打断要打断 来 回到现场 我要特别请教一下 就大卫 你来看看 贵国的总统说了这一句话 就他要求评估人造生命伦理的风险 他说 评估这个研究将给医学环境安全领域 带来的任何潜在的影响 利益和风险 并且让联邦政府提出了行动建议 保证美国能够在伦理道德的界限之内 以最小的风险 关键词就在这了 最小的风险 来得到研究成果带来的利益 获得此研究利益 其实说到底 好像都没办法脱离利益 是不是你有很大感触 对 我就是有点反对 不应该把那么大的权力和责任 就放在私人公司的手里 不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包括发明这个东西 一个比如说新的突破 新的一个什么转基因的发明的什么 掌握在一个私人公司的手里 因为马上就是属于知识财产的 保密 保密 然后这个原则上这种东西 应该全世界科学家们都分享得到 就能共同的分析 还决定将来怎么用 我觉得这是带很多危险 我打个岔 等一下 思琪我想问一下 但是你觉得像这种生命科学 这些研究跟产业之间能够分开吗 我觉得在当今世界上的确很难分开 这个是确定的 对吧 就是在做生物技术 没有这些产业的支持 有的时候 这个两个东西本身是分不开来的 对吧 那么这里边的确是双刃剑 就有的时候说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简单的说 有些科学研究 它变成一个日常的一些测评工作 它可以委托公司来做 这也是跟商业有关系 对吧 比如说Venter 是个businessman 他有很大的 他既是科学家 他也是 他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就是他的论点 那不是 这是他的论点 OK 两回事情 现在既是科学家 又是商人的 是有的 并不是没有的 但是绝对你来看的话 在全世界里面有多少科学家 就又是商人 又是科学家 这种比例很少的 所以我在看他的同时 别忘了他这件衣服 所以思琦 他这件衣服穿的是商业 这个地方是科学家 对吧 来小梅补充一下 在科学掺杂了商业的利益的时候 它会产生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是普遍存在的 利益冲突不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事情 大家一听利益冲突 一听利益冲突 就觉得是很不能接受的 一个字眼 富有道德 富载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不是这样的 利益冲突普遍存在 我们要求它公开透明 不要使利益冲突成为一个问题 那么据于这个商业化的问题 我非常同意 刘思琦教授刚才讲的 这个应该是科学 共同进步给人类让人类受益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最终的目标是让大家受益 让所有的科学 这公众都能够自由的享用这样的一个成果 而不能成为一个个人发财赚钱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这样的应该是考虑 好 谢谢 这个其实也 您说的很对 其实当时的话 国际金组计划和Vent 私人公司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冲突 就是当时他们认为 人类的金组应该专利 他认为是应该专利 他要专利 但是我们当时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要摆布大宣言 就是所有的人类组的计划 每一个database都应该publish 现在人类金组是公布的 他向我们低头了 不是像我 对 他向国际金组计划低头了 对 所以他的那个策子去 向全世界也是公布的 当时他说他不能公布的 所以这当时就有很大的一个争论 好 来 厂家嘉宾 你怎么看待在发展这些过程当中 跟商业利益之间 能不能切割出来 来 我先请这位 穿红色衣服的举了很久 瑞长 欢迎她 请 我觉得可能 就是如果为了好奇 进行科学研究 未必就是一件 真的就是一件那么崇高的事情 而为了人类的利益去服务 未必也就是一件那么功利的事情 那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现在已经发展到 这一个工业文明的时代 这个科学 它已经脱了一个小科学的时代 它是需要很多的经济支持 需要很多的仪器设备 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 所以说你现在还要求 像以前那样纯粹的 为了个人的兴趣爱好 和好奇去做的话 已经是很难实现的一个目标了 也就是说我认为 科学和商业的这种捆绑 是一种必然 我觉得更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需要对它进行更多的监管 因为毕竟用了这些钱 很多都是纳税人的钱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来我们宗教人士 喇嘛憋不住了 请 基本上文化发达 科学进步的时候 麦克林 幸福 最终是幸福的 什么叫幸福 幸福是咱们 经常的一个感悟 但是现在科学发达 各种科学都做出来了以后呢 这个 麦克林的 不光是一个人 所有的人力 世界 很多都做出了很大的麻烦 做出了很大的烦恼 所以你说如果再往前推啊 其实是庸人自扰 只在制造了新的麻烦 自造 好 谢谢你 制造固执 谢谢 我个人认为今天就是说 这个话题为什么引起大家这么激烈辩论 不是说因为它只是一个发明 或者是一个创造 是因为它涉及了生命 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中有好多发明 就是说也有好多原理 比如说对利热 声光电 大家都进行了探索 但是还有发明了好多东西 比如说电脑啊 笔记本啊什么的 大家都没有引起这么大互动 是因为这些东西是 这是欣赏的爸爸妈妈 这些东西 大家认为它比人造生命更 我觉得更简单一些 人可控 然后生命是很复杂的 就是说它的可控性比较差 然后你觉得你认为把这个东西 应用于环境或生物安全 可以解决一方面问题 但是你没想过 这可有可能带来另一方面问题 然后有可能你再去改造另一种生物 然后再来解决这问题 然后如此循环晚复 你会发现 这有可能成为所有的一些困难的一个源头 好 谢谢 谈到了这边 我们来做个最后的一个表达 你看这是Cincia的爸爸妈妈在这里 Cincia如果你是用什么样的太太来迎接她的到来 你觉得她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份子 应该去拥抱她 我们继续来推动 还是觉得 其实她不应该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来表达你的看法